大家好,我是珍妮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分享一种使用空气炸锅制作山楂零食的方法,烤山楂。 这款美食酸甜可口,颜色红润,正好增添圣诞和元旦的喜庆气氛。 所需食材包括,甜口小山楂350克,白糖15克。 准备好所有食材后,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美食之旅吧。 选择甜口小山楂作为原料,可以获得更好的口感。 这种山楂直接吃,几乎没有酸味。 洗净后,先用小刀将山楂的两头都挖掉,然后用一个塑料吸管将种子都顶出去。 如果不挖掉两头,直接用吸管去顶,果实很容易裂开,挖掉两头一般就不会裂开了。 将去核后的山楂用水稍微冲洗一下,然后放进平底煎锅,加入15克白糖。 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,白糖的用量可以一个人口味增减。 如果是做山楂罐头,可以将白糖换成冰糖。 腌制10分钟后加入清水,水位达到山楂高度一半就可以。 然后开中火,水沸腾后煮5分钟。 如果是做山楂罐头,需要多煮几分钟,煮完了就可以结束了。 将煮好的山楂摆放在空气炸锅的烤网上,烤网上提前铺一张油纸,这样更容易翻面,而且糖液也不会粘到烤网上。 空气炸锅烘烤时间设定为20分钟,温度设定为150摄氏度。 烘烤10分钟,将山楂翻面一次,随后将烤杯放回,直到烘烤时间结束。 将烤好的山楂摆放到盘子里,山楂不仅酸甜美味,还具有健胃、消肌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功效,是很好的一道零食。 正好家里的桂花正在开放,撒上一些桂花可以增加香味,还有温费散寒的作用。 如果没有鲜桂花,用买来的干桂花也可以。 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,如果您有什么建议,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。 也希望您能订阅我的频道。 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